是车路运动交通配者的进行 进行 将到举手的 臭小子 又跟我打电话 这次是什么事啊 去公司跟你帮忙 不去 这都多少年了 怎么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遇到点事就喊嘛 我在老家待的好好的 才不要去公司 跟你收拾烂摊子了 哎呀妈 您就帮帮忙吧 您就操劳半个月就行 我保证啊 半个月之后 不管国外那个项目能不能成 我一定会来 怎么 你这么大个公司 半个月都离不了人呢 主要是 公司在国内第一个和政府合作项目 就要落地了 没人盯着的话 我实在不放心 你可真会给我找活干 妈 您这就算同意了 哎我不管啊 您同意了 明天我就派人把你接过来 哎 安排什么人呢 我自己去就行了 别找他跟什么似的 好好好 都听您的 臭小子 你去安排一下飞洛杉矶的好吗 是 对了 明天呢 我妈要过来 你去安排一下 到时候公司有什么事情 听他安排就好 不会出错的 老夫人要来 这早就听闻老夫人的传说了 好好表现啊 我妈当年可是生间女帮 放心吧 郭总保证把老夫人伺候的 舒舒服服的 哎 去忙吧 我 我 吴谦 马上要开会了 你别幼稚的 知道了 喂 妈 你不又给我打电话了 我很忙的 你懂不懂啊 你烦不烦 娘不是想你了吗 你这一个月都没给娘打电话了 巧儿 你要是在城里 觉得那工作不好干 你就回来 那咱也不缺你这口饭吃 你这不是也到结婚你 别说了 你贪心 行行行行 那娘不打扰你工作 娘挂了啊 你也知道你打扰到我工作了 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天操那个没有用的心 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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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叫我下签了 我儿子成大老板了 郭总 郭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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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这儿不 看你以后还敢在里面搞不及行 郭总好 总裁真好 我要也是总裁就好了 公知下去 明天总裁母亲要来公司代行总裁之权 让底下人把他的都国白证了 另外让王允开车去接老夫人 这第一次见面 李树要做好 这车也多少钱才能买得起 这谭村的杀手出了个这么有钱的人 这谁家的车 我知道 玉珍家的 上次他儿子回来 我瞅见过姨 那叫一个气派 丘英家的吧 前两天丘英逢人就说 他儿子当大老板了 要接他去城里去享福呢 停开 瞎摸什么 这么好的车 我坏了你们的命脉都配不起 你的眼睛长得是放屁的你 什么无一针 他无一针那被我儿子能买起这么好的车吗 这车 可是我儿子让人来接我的 您是吴总的母亲 我是 我是 我是吴总的助理 我叫王允 吴总应该有跟你提过吧 提了 昨天我儿子还说今天要找人来接我的 哈哈哈 那就错不了了 哈哈哈您先上车有什么咱们录上去 来来来 哈哈哈 你吃 啊 喂 啊 你已经到了 好 我马上出来 嗯 好好好 说你什么我来这么好吃 师傅去无视集团 哦 多请老夫人 一定知道 我儿子说 这么大公司都归我了 让我随便管 是的 老夫人 在吴总出差回来之前 您就是武士集团的总裁 如果您对我们运营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指责 好 请吧 老夫人 你正早 赶紧擦擦 赶紧擦擦 那树咋真爱人 摸摸摸 树 对了 这地团咋是黑色的 真会计划 昨天新来那匹保洁呢 快快快 快点 好 好 哈哈哈哈 上次来这儿还是十多年前 也不知道现在的武士集团发展成什么样的 这老太太太太太太折腾人了 不然你以为这么大个集团昨天为啥突然招了咱们这么多人 还不是为了迎接这老太太 你也是新来的吧 怎么啥工具都没呢 给你拿着干活 什么宝洁 我不是宝洁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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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你爱管自己叫啥都随便 赶紧的吧 忙死了都要 这小子怎么管的公司 弄成这个 啥 你没有考那个英语自流级 对 我们专业没有考考资格 那我考了钻石钻巴 管你有资格没资格 那谁这都能考 你就不能考 你这就是没有上进心 这种人 我儿子太不稀罕了 滚滚滚滚滚滚滚 那是张秋英 工资最少税后一万吧 宝贝 一万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啊 那像我儿子这么大的公司 能招你是你的福气看了齐你 招你要钱都不错了 最多一千 现在想的名字 一千 你打完要饭了呢 怎么记得来找你们吧 乖乖乖乖的干什么呢 我听到一些动静 过来看看 这里边是谁呀 好大的威风 哎呀 小点声 里边的威可不是我们这些小人 要保随得起 你要是不小心张扰了他 别说工作保护 就算是在整个海市都没有企业敢收留你 哦 是吗 这么厉害的人物 那是谁呀 那可是当年沙发果断的商业女王 巫师集团的创神 我们不请她母亲 什么 谁在外面 张秋英 是你 谁 哪来的保险 这么不懂规矩 拔呢 赶紧把人赶走 等等 我们俩认识 原来是老夫人的朋友 朋友算不上 他就是我原来 乡下认识了一个琼琳姐而已 估计是知道我儿子出息了 想来烤老板吃 你 我说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老夫人 哈哈 吴玉珍呀 吴玉珍 你没想到吧 啊 我儿子出息了 他可是这么大公司的老板 原来你还总是瞧不上我骨子里 还总是炫耀你儿子孝顺 我说你那个败家儿子 张秋英 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我什么时候向你炫耀 又什么时候瞧不起你们了 行行行行行 行了 看在你跟我是多年邻居的份上 你 给他安排一个扫地呢 省得他回到农村 嚼舌根 是我不念旧情的 听到了吗 快出去吧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们做保洁了 做保洁难道还做总裁帮我们是不成啊 老夫人人美心善 给你安排了这份工作 是你死屁来人 乖在这儿不走的理由 来人 带他去办保洁务职 就你要应聘我们公司保洁啊 都一把年纪了能干的好活吗 真是的 要不是老夫人交代 真不想让你这种人进公司 看什么看呀 你这种人能看得懂吗 能进我们公司当保洁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赶紧签了 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 我这种人怎么了 没点自知之明 行了 你找个保洁带你领衣 这都什么风气 这无事集团总裁 怎么成了张秋英的儿子了 我倒要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了 大家听我说一下 待会儿吴总身边的王助理 要过来宣布一件事情 你们给我打起精神来 听到没有 对 哎 哎 你 对 就是你 在王助理来之前 把我们办公室的地全部拖一遍 然后像那桌子呀窗台呀 全部再擦一遍 一点灰尘都不能有 听见呗 好 等等 你就站着拖地啊 怎么了 你离地面这么高 你能看清这地板干没干净啊 王助理要是因为你对我们部门不满意 导致吴总对我们产生意见 就你这点破工资 赔得起我 你给我跪着把地擦干净 你让我跪着擦地 瞧你的不情不愿的样 说破天了 你就是一个扫地的跪着擦 那也是你笨妹的事 中什么清高呢 在公司里面不干活 你以为你是来想不到 有这样的员工 集团的风气是要整治一下 你以为你是谁啊 赶紧给我擦地啊 我告诉你四老太子 今天这地你擦也得擦 不擦 你就用自己衣服把地给我擦干净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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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你 乱糟糟的像什么样子 我王助理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我们这还没收拾好呢 行了 我就是来通知大家一下 明天要为老夫人举办接风宴 到时候所有人都要参加 都好好准备一下 好 老夫人好像看这个清洁工很不适 宴会现场还缺人手 你跟着过去收拾一下 你让我去布置给张秋英的接风宴 能为老夫人效力是你的荣幸 你最好给我仔细一点 到时候如果老夫人不满意的话 你也不用了 真不知道这好老夫人了呀 还不赶紧我干我 老二人好 老夫人 老夫人 你来的那天的招待仪式属实 有些草率了 很多同事都不认识 这不我让他们专门又为你举办了一场接风宴 不知老夫人可否满意 满意 当然满意了 那老夫人 咱们进去 走走走 给你带我瞅瞅 去 天哪 我还没见过老夫人呢 也不知道老夫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倒是有做耳闻 我听说呀 咱们无视集团就是老夫人一手创电子来的 后来老夫人觉得集团稳定了 就让吴总接手了集团事务 自己回乡下养老去了 看什么看收拾完了还不赶紧滚下去 留在这让老夫人来看见你倒进胃口吗 真搞不懂王助理为什么让你来收拾会场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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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来了 我们都等您好久了 老夫人大气 怪不得能交出吴总这样的人中龙凤啊 我也干了 是啊 一看就知道咱们吴总很重视老夫人 一看这身上的衣服和首饰啊 就知道是世上绝此一见的古品呢 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儿子不像是我像是谁呀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老夫人呀 天呐 我就知道 一看这身衣服首饰就知道这位老夫人绝对是非富即贵呀 只是没想到啊 他竟然是吴总刚进 这样说的话那他身边那位就是 助理啊 难怪看着那么眼熟呢 嗯 他呢 这黑乎乎的东西还挺好喝 嗯啊 那个谁谁谁来来来 再来一杯 好的马上再为您来一杯卡不清 卡不清我 哎 前两天那个助农项目你觉得会定什么方案呢 我前天刚教那个方案又被驳回了 嘿 瞧了我昨天那个方案也被驳回了 老夫人嗯 您的卡不清我 不如我们出门老夫人去见 老夫人嗯 嗯 您之前的一些丰功伟绩啊 我们也是有耳朵的 这个项目对你来说那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呀 所以 希望你能帮帮我们 哎想请你帮忙 想想注意 嗯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呢 我就给你们看看项目吧 哎 那个谁 哈哈哈 老夫人 哈哈哈 王主理 是这样的 老夫人哪 想帮我们看看那个助农项目 呦 这有什么呀 一个助农项目而已 不从走之前特地焦点 这几天所有的事情 均由老夫人决定 老夫人的决定 就是吴总的决定啊 你看我这脑子 一忙里忘记了 哎 老二 老夫人 请 啊 请 哈哈哈 嗯 嗯 大家都知道啊 吴氏集团当前最重视的就是和政府合作的乡镇创业项虎 吴总离开之前也特意交代我这个项目交由老夫人全权负责正好呢趁今天接封宴大家都在有老夫人向大家宣布一下这个项目的发展方向大家要认真听啊 啊 这个我总也离开了 难不成说的是处生所以他们是张秋英错认成我 那这个项目 喂 喂 这造老泰伯怎么成了吴总母亲了 看起来好像是这些人都误会着他的身份 那我岂不是能利用这个机会 我是不是能给他谋患谋患 所以这意思是让我决定在村里做什么生意 那个 就我儿子是吧 把那个什么项目交给我了对吧 那你们就放心 我宣布 我要把你们潮市 我们潮市里的卡布奇罗麦当穿里去 孙女丽兄钱贵宜莫头 也是让他们开天眼 对呀 咖啡店好啊 不行 这个项目不等败 第一次见你妈 也不知道买的这些礼物她喜不喜欢 是咱妈 她不在乎什么礼物理的 好好说话 你嘴巴添在这儿先 行 那我嘴巴肯定添 行 行 项目体验解释 我们一起啊 回去见妈 把咖啡卖到村里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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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啊 不愧是吴总的母亲就是有眼光啊 是啊是啊 在农村开个咖啡厅之前肯定都没人想到过 没错 这就是一大片蓝海啊 王助理老夫人 我马上安排下去 不行 这个项目不能办 哎 这是谁啊 这这谁啊 看我老夫人的面子 难道是哪位领导的 什么呀 你们也太能给这个老太夫脸色的最新了 他呀 就是个清洁工而已 哎呀 原来就是一个下贱的清洁工啊 看他这么神奇的样子呀 我还以为是什么人呢 你这个臭包还插什么嘴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们两个把这个神经病活拖着你 老夫人 他就是个臭扫地的 他说的吧 你可千万不要我心理事 你继续聊 我说的是 张秋远 你之前插手公司的大十小时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损失的份上 我都没有说什么 但是这个项目 关系到民生和公司前头 容不得你胡来 吴玉珍 这可是我儿子的公司 哎 我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怎么办 你再让这种玩意 哎呀 去年这话就是叫死我了 你一个清洁工 还想教我们怎么做生意 你还是赶紧出去扫你的地板 少在这丢人现眼 就是啊 大婶 你从农村来的 大字都不识几个 你有什么资格 叫我们老夫人做生意啊 你看这地板都反光了 也不照照镜子 是吗 是吗 你们口中的老夫人也是从女子 你们就这么相信她的决定 放肆 我们无事集团发展至今 老夫人可是居公至尾啊 你算什么玩意儿 你可跟老夫人小提并乱 跟这个村妇费什么话啊 王助理还不赶紧把这个不知道规矩的清洁工赶出无事集团 好啊 老夫人看你儿子不孝 家庭贫困的份上好心给你份工作 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 竟然还如此不知好歹 有你这样恶毒的老人在 怪不得你儿子到现在都一事无成 我儿子一事无成 不配提出意见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这些人当中 没有人比我更有这个资格 我才是你们这些人当中 最有资格对这个项目提出意见的人 吴玉珍 你在那胡咧咧什么玩意儿啊 你最有资格 我看你是一辈子住在农村最有资格吧 我就知道 你不过是我们公司最底层的宝洁 能把这地扫干净算你有用 我告诉你 不是你在你农村活了几十年就有资格在这个领域说话 我们老夫人为集团操劳跑业务的时候 你这个死老太婆还在村里养鸡喂猪呢 哪来的资格 简直是一派胡言 王助理 赶紧把这个疯子给撵出去 你待会把老夫人记住个好歹 咱们谁去向胡总交代 看一下 不妨听听她有什么见解 少女 真有什么高见 我说姓郑的 你脑子也跟着坏掉了 她一个农村来的老太 她知道什么是项目规划吗 知道项目背后的资金投入吗 你听她的意见 你也想把胡总给气死吧 你 只是听一下 你总总说了 你先听咱们 老夫人 你解释了 行 既然你想 那我就让她说说 我倒要看看她狗嘴里能补几个小样的 首先 这是吴氏集团的第一个住农项目 主要落脚点是必须帮助农民改善生活 获宽他们的经营渠道 咖啡馆 与政府最初设立这个项目的一度 是背道而驰 把好端端的住农项目 改成在农村开咖啡馆 只会让吴氏集团蒙受巨大的损失 张胜元 你现在还执意要开你的咖啡馆 你现在还执意要开你的咖啡馆 有点意思 那你说说应该怎么做 要想付先修路 第一步便是修路 第二步则是建厂 没想到 在老夫人的尖锋业上 竟然会有一个保学员在这大套学词 这老太婆她不是疯了 修路 慢点多大的工程 修路 你知道修路要投入多少资金了 得多长时间这些资金才能回头吗 你 吴玉珍 你可真让我长见识 天啊 差不多得了 你以为你是谁 万你俩就是给你面子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什么 说了什么话 张胖 你也觉得在催堤餐发的一点是件好主意 当然了 先不说老夫人的想法才叫做创新 这才有开拓精神 你如果说让一个宝洁在我们集团的角色上指手画脚 这传出去我们的脸面往哪放了 你别回言 你 如此重要的像 你们拒绝采纳我的想法 竟然不是因为方案不合理 而是觉得以我的身份不配提出意见 不然呢 最起码一个宝洁 无论是从身份地位上还是这样一点往上都还轮不到你对我的老夫人的方案 手画脚路 吴亦真 人贵有自知之谜 你赶紧收录你去扫扫扫扫扫地串你 你赶紧收录啊 别贵你在这儿的事 住农那个项目 我是说交给我妈全就负责了 还有什么好奇事的 什么 你说我妈执意要在农村开一个咖啡店 对啊 不可能 我妈说了 在农村呀 开个养猪场啊 都比那可能性高 好 我知道了 黄助理啊 还不赶紧把这个死老太婆赶进去 没看把我们老夫人都气到了 怎么办啊 收拾一下 各位 吴总有话要跟大家说 我刚刚跟吴总通了电话 他说他会来处理的 你们吴总不是谈海外生意去了吗 他现在就能回来 这老太太是怎么知道吴总的行程的 吴总生意谈完了自然会回来的 好啊 你真 还有你们两个 尸里啪外的东西 你们三个合计火来是想骗我儿子钱是不是 老夫人 饭可以乱吃 话啃乱讲 那我们对吴总可是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 你们两个跟这个贱妇合起火来在这儿欺负我 这叫忠心耿耿 我不会 你们这是狼心狗肺 张秋央 你能不能冷静点 我们现在是在聊公司项目 不是你在农村买菜吵架 郁珍 这哪是你说话的份 我原本还想着你怎么有打量在我面前放肆 我知道还以为这公司是你的 咱们这合着是你就来扫了两天地 就和这两个吃里啪外东西勾搭起来了 是不是 你不要在这里噱口喷人 啊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嘛 怎么会有人帮着一个臭扫地的说法 这样就都说得通了 吴雨战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德行 你个咳死男人的寡谱 干脆臭大半的花枝招着 来成立你还不老实 你是不是知道你那废物儿子又不上 所以你就想拍上枝头那废物是不是 张秋莹 你别放开 你能不能就事论事一点 就事论事 我说哪点 是是是是 是你没有刻自己男人还是说你儿子不是个废物 张秋莹 你不要觉得我好欺负 你当真以为这是你的公司 哈哈哈 吴雨战 吴雨战 终于承认你勾议我儿子手下了 是不是 你还想通过我儿子的公司 我告诉你 妈都没有 你弄着干什么 把这个姐夫给我打出去 走 干什么 放开了 你们干什么 好经理来了 那吴总也来了 是吴总来了 我看 吴总夫人到 走给我住手 你一群人欺负一个老太太像什么话 不是 我谁呀你 啊 你知道我儿子是谁 不就在这对我大互想想 谁给他打了 你这个老太婆是不是耳朵出问题的 没听到我说的话呢 我是你们吴总品经订婚的女朋友 你算什么东西敢在这里对我大户想叫 还有你们 我说让你们放开了 没听见吗 吴总什么时候听到我来 怎么被来部人都找上来 哇啦哇啦哇啦 这下得露馅来 不是 你说什么 我说 秀养姐 等一下 我说 我说 你说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路上 秀养是武总的母亲 什么 原来是老夫人 刚刚刚是在队伍中 冒犯了 完了 完了 所以刚刚到底是怎么情况 是谁练习的武总 是我 好处理 是这样的 这只是一些项目上的就费而已 吴总说他会处理的 吴总现在没时间 让吴总夫人来做最终决定 什么情况 说说吧 好 是这样的 投资修路建厂 确实是很稳妥 不会出错的主意 作为无视集团 与政府的第一次合作 也很拿得出手 看来这老太太确实有些手段 难道楚生说的都是真的 刚才是我误会了 看来是我真的误会了 一会儿还是给他道个信好了 在农村 投资连锁咖啡店 谁想的主意 简直是 这是老夫人来意见 简直是 是十分冒险 十分有开创精神的一个情谊 我就知道 吴楚生夸上天的农村妈也就这种水平吗 在农村开咖啡店 真亏他想得出来 吴玉战 你听到没 啊 我的见识 可不是你这种指挥重地位积的村负能比得上的 哼 总裁夫人是吧 所以说这个项目无视集团是怎么打算的 她是 夫人 她就是个脑子不清楚的保洁 在村里修路建厂的提议就是她的 天天只想要占极端的便宜 刚刚还跟老夫人大吵一架 把老夫人气得不行 怎么这么看来 一个保洁阿姨都比我这个婆婆更有能力 也不知我儿子眼光如何 哎 要不是你这个所谓的儿媳妇突然冒出来 我刚才差点就把这个不吃好奶东西轰出去了 既然给来价了 那你今天就给你婆婆我合理的解释 你要让我不满意的话 哼 死老太婆 我竟然敢威胁我 是这样的吧 楚生的意思呢 这个项目还是以求我为主 所以这个 这个女士的想法更合适一些 你说什么 各位 助农项目已经确定就是 不 对呀 我儿子可说了 这公司所有生在听我的 就算你是我的儿媳妇又怎么样 也来听我的 更何况 可没挂门呢 张琼瑜 你干什么 你去那儿去 我的家是 轮的你在这儿 是说话讲的吗 我敬祝你是长辈 但不代表你可以无理取闹 你 哎 行行行 你们就这样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吧 我一会让我们都来收拾你 儿子 儿子 那是 哎 不对呀 我儿子人呢 那个老夫人 总裁不在这儿 她在国外 你想糊弄我吧 我刚才明明看到她了 这个老太太脑子还不太好事 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和她相处 对呀 我刚才明明看见我儿子了 儿子 好 那个大家继续小事业会的 哎 你愣着干什么呢 赶紧去把餐台上扣下来的盘子给招下去啊 清洁工不够 别以为你今天冒犯的老夫人 这事就这么过去 不是集团 可是我总的 那自然也是老夫人的 实笑点自己滚蛋 怎么胡总的未婚妻不跟你一般计较 那是 是什么 继续说 我听听 啊 嘻嘻嘻嘻嘻嘻嘻 我就说你在这儿吧 刚才非得说去国外了 姐儿 这城里跟村里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这城里 到处都是又乖畅又离的 哎呀 你看那娘这衣服可乱乱了 姐儿 你啥时候成总裁了啊 那还娶了个媳妇都不跟你要说呀 娘要是知道 早就不在村里受到无一阵的气了 哎呀 对对对了 你跟我一起啊 去叫叫你媳妇走 你别死了 你能不能别一直说你这个村那个村什么邻居的事了 我不想听啊 我没通知你 你怎么就过来了 你不应该在村里吗 怎么在这 哎呀 你忘了 你不是当上那个总裁 你让你那个什么助理接娘来享福来了吗 我什么时候的 您没事吧 我也没有想到无视集团会有这种员工 今天让您受委屈了 我代表公司也代表吴总 向您赔个不是 但也希望请您见谅 另外我今天觉得您提出的这个方案很不错 回头我让人事把您调去策划部当主管 您做保洁啊实在是太委屈了 那倒不必了 那倒不必了 我做不习惯 那行 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来找我 你 你娘给那天给你打电话 我都听见人家叫你吴总 吴总 嘿嘿 假的不是你啊 你娘给那天给你打电话 我都听见人家叫你吴总 吴总 嘿嘿 假的不是你啊 哎呀 这老太婆 误会了我的身份 吴总的助理也误会了他的身份 我是交代过 但是我没想到他们行动这么快 哎呀那人家敬业嘛 真是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你知道就行了啊 你来这你就老老实实的待着 嗯 别告诉他们你认识我 为啥呀 公司的大部分工他们都没见过我 我不是前两天说我要去国外出差吗 我就想看看老板不在公司的时候 他们的工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别怀我好事啊 行行行 原来这才是张秋英的儿子 这为你也太 行行行 你知道就行了 行行 吴一真不是说他要在村里建厂吗 嗯 这样我给你个名单 上面啊 都是便宜的好东西 你联系他们就行了 如果他们说找谁 你就报名字 我把我名单给你 不管了 现在老太婆这儿最后一笔钱 签得上 四十四十五 不是 你还要真见场啊 那吴一真她是啥都不懂 你不要听她在那儿瞎说哈 啊对了 还有你那个媳妇 啥都跟她一声也没说拦着点 哎行啊 别人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就行 你大字不识几个 你还想穿过这道次你能弄我吗 哎行行行行行行 娘知道了 这点人不对劲 总算结束了开车 小姐那后备箱的礼物 什么礼物不礼物的 等楚晨回来再说吧 嗯 我真是一秒都不想跟他那个妈待在一起了 嗯 我怎么会看成你这种女人啊 我儿子怎么会看成你这种女人啊 啊 心理说都没有 那打扮到孩子招战 啊 阿姨你也有什么事吗 你跟我儿子是不是订婚了呀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种没有长期的订婚 那是不算数的 之后 你们俩跟我一起跟同学办个酒席领个这这才下话 对了还有啊 结婚后 立刻给我是个大方向啊 我稳在家给我大孩子 赏不出来这么些 别跟我提那个老婆子了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说话这么粗壁 我心不得 真不知道吴楚生 为什么对他妈的形象有那么大的错觉 什么商业拟谋见识飞机 我看他是被他妈对他的母爱蒙蔽了双眼 行 我得跟楚晨打个电话 把今天的事情说清楚 省得过两天那个老婆子到达我 我 张秋英的那个儿子 张秋英的那个儿子 什么时候公司采购 还要报一个员工的名 这是怎么管呢 喂 处长你知道你手下有个叫五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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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这是我无事集团的荣幸 瞧瞧是我的母亲 太好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她了 啊 啊 if i remember your wife called you last time it's same your family came about you 当然 我也很在乎他们 i like this relationship i will look forward to our corporation it's my position mine too 喂 喂 妈 听到了吗 这个下午呢 我看得非常成功 我就知道你是故意让我听到的 从小到大都这样 你记得你手下有个叫吴谦的员工吗 吴谦 啊 我记得是我们新上任的交受部经理 不过他的工作能力和态度都有些问题 之前负责项嘛 也有些疑点 我呢 要助理盯着呢 准备一旦发现什么问题 就把它开出来上 怎么了妈 她干什么了 目前倒是没干什么 只是听到了让我起疑的话 那 就麻烦妈 帮我多游心一下了 这还有一个事 那个助农的项目 不是什么情况 我这么听 所以说 您谁要在村里 开什么连锁咖啡店呢 这不是你风格 之前呢 我听公司人给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结果刚随过说 您要在村里开什么咖啡店 您这是干什么 这里边有些误会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 等你回来再说吧 对了 你光知道问我 我还没问你呢 你怎么突然跟我搞搞儿媳妇出来 这个思雨呢 是我曾国外认识的 我这次啊 过来除了谈项目 其实最重要的 是想带她回国啊 给您过过眼 结果我这边临时有事情 再加上公司那边给您办什么接风业 我就让她自己想回去了 对了妈 思雨这姑娘怎么样 您还满意吗 那当然了 虽然说话直了些 能看出来是个干练有手段的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你怎么这样问呢 那个 思雨呢 其实一直担心 对得有意见 不过您能喜欢她这个性子 真是太好了 我大概知道她跟你说什么了 放心吧 我才懒得干预你们小年轻之间的感情呢 里边有些误会 等你回来就知道了 来人 吴总 通知下去 我两天后回国 不要举办答谢 邀请全国的商业名流 我来参见 是 你们听说了吗 吴总即将回国 毕竟举办答谢业 全国的商业名流都会出血 答谢 那答谢的对象是 还能有谁呀 当然是老夫人了 我还听说啊 吴总特意请了最顶尖的造型师和化妆师 来给老夫人准备答谢业当天的造型呢 天呐 先是接风宴又是答谢业 这也太幸福了吧 听说这次的宴会因为规格很高 集团特别定制了一批邀请函 只有持有邀请函的人才能进入宴会 哎呦 看看这是谁来了 差不多几点了才来上班 该不会还在记恨前两天 我们让他滚出老夫人的接风宴吧 那天可真是不好意思呀 其实我们本来没打算赶走你的 只不过你一身臭妈补的味 人这太让人恶心了呢 是啊 你也别怪我们 那可都是些高级货 要是因为你 让大家都没胃口吃饭了 那罪过可就大喽 那罪过可就大喽 不过你要是想吃 也不是没办法 我总过两天就要回来办庆功宴了 你可以先去问问王助理 宴会现场还缺不缺宝洁 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吃点我们吃剩的呢 哈哈哈 行了 行了啊 刚刚还在说邀请函呢 我一转眼就忘了 你们是觉得吴总办的答谢宴会缺他一个保洁 还是觉得他一个保洁能拿到邀请函呢 哈哈哈哈 哈哈 年轻人好好做自己的工作 庆功宴是吴总的 不是给你们开的 四老太婆你 我听说你这两天就要回来了 是啊 这个项目已经弹下来了 到时候还能给你一个惊喜 哎 什么惊喜啊 神神秘秘的 行就听你的 我这两天呀 给你把办公室再打扫一下啊 啊 那天我给你的建材厂名单 你也见没有 啊 什么厂子呀 前几天我给你的那个建材厂的名单 你有没有联系 怎么过了这几天 一个人都没有联系我的 啊 你说那个单子呀 我还没联系呢 怎么还没联系啊 这都过了过久了 过几天的屋 想让你办点事你都办不好 静儿怎么这么着急 只是晚了几天而已 娘不是没时间吗 静儿 我跟你说 他们那个员工餐里面有大螃蟹吃 吃吃吃吃吃 就是老吃 我让你办事办事了吗 静儿 你不是说你要把那个总裁的名票给我吗 你没给我呢 我怎么联系 行行行行 我走了啊 你赶紧联系人家给人要货啊 别拖了 今天就打电话 好好好 要是约日签合同的话 我约到明天啊 辛苦你了 好行行行 好好好 好呀 乌云朗 给我倒杯水 乔石 这公司上个月 不是才闹出建材质量不合格 害死人的新闻吗 好一个武器 列出来的公司没一个正经的 这是要不来公司谋私利 我说你这淡碗水 你还不说你看什么呢 看什么看 你这几个大脏不实的泥腿子 你能看懂什么呀 我看不看得懂不重要 不过我劝你最好不要找这几家厂子 你懂什么 这我儿子可说了 这是什么 这个量大便宜 再说了 你一个只会干重活的脑子 还比我当主菜儿子脑子好使 是吗 如果你不想让你儿子坐牢的话 最好不要再碰了 你还敢揍我儿子 你给我滚出去 滚 什么东西 喂 是乔石集团吗 我儿子要钉一批剑台 啥 我儿子是谁 我儿子就是武士集团的武器啊 啥时候 我儿子说明天 对 好嘞 来来来 这边 吴总明天就要回来了 都给我打几精神了 喂 请问哪位 助农项目有问题 好 我现在就过去 好助理 谢谢 你是 那天的宝洁 不好工作 跑下来干什么 刚才 是我跟您打的电话 开什么玩笑 你个清洁工 能有什么项目问题要告诉我 好助理 不妨听我说完 坐 老夫人老夫人 老夫人 好巧呀 竟然在门口不帮您 是啊 那今天这么巧 咱们就一起进去吧 好好好 我没看错吧 那不是吴义珍吗 我没看错吧 是他 他怎么也来了 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 说不定呀 是我们那天说的话听进去了 来这里当保洁呢 也对 老夫人我们走吧 大婶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大婶 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吴义珍 怎么 你是看到我们后一路跟进来的 可惜了 这是受邀公司员工和各界名流进入宴会厅的大门 这宝洁要走的门 在后边呢 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哎呀 我今天可是特意喷了香水了 现在好了 都被这个宝洁身上的臭味给盖住了 是啊 我们倒无所谓 不过你跟在谁后边不好 偏偏要跟在老夫人后边 到好的日子 真晦气 我说吴玉珍呢 你说你平时穿的寒酸就算了 怎么还穿的不了不累呀 你说你个当保洁的 你还穿个旗袍 搭个耳环 哎呦 我说你你是来这儿找你边儿穿的啊 哈哈哈哈 哎呀 这谁说的真呢 说不定他就是想趁机混进吴总的砸泄宴 吴总请的那可都是各界名流 随便攀上一个都能让他和他那个不知名的儿子把脸笑乱了 看到了没有老东西 这种地方不是你换件衣服就能进去 要有这个 你有吗 你配吗 邀请函 我有 他怎么来的 要求孩子 真奇怪 请出示请减 放肆 我可是你们吴总的母亲 这个答谢就给我开的 你还问我要请减 老夫人说的是还不赶紧马上放进去 请减 张秋莹 希望一会儿你也能像现在一样开心 我说吴玉珍呢 你就别嘴硬了 我今天告诉你 只要我儿子是无走一天 我 就你这个子老哥子过得开心过得舒坦 你有这嫉妒我的时间呀 赶紧让你那废我儿子跟我儿子学学呀 他要是能干的话 说不定我儿子还能给他个什么 跟啥倒水用 哈哈 哎 听见没有还赶紧滚 这种地方也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 就这里面的东西就你这个老太坊 随便破坏一件就够把后半辈子的棺材本 给配干净了 你捡起来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念 孙静的吴玉珍女士 您的儿子吴楚生 什么 是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叫什么名字 还是不认识吴氏集团的张老 不不不 我不知道您是吴总的母亲 您大人有大量就就原谅我们这一回吧 哎 那刚才进去那位 你去 这 喂 我已经到了 你还有多久啊 好 那我就先进去了 哎 你确定你妈那天跟我说那种话 是因为我们俩之间有误会 那我就再信你一次 你们母子俩最好没有联合起来骗我 你们俩最好 你在做什么 做什么 吴玉珍 我还想问你想干什么的 你怎么一会不散 你干什么呀 臭嫂子 都我跟你说了 这就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你来干什么呢 不是我能来的地方 但我现在确实就站在这儿了 你还有脸说 真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进来的 整个宴会厅的档词被你个老太不拉低了 老夫人 可算找到你了 该去做造型了 要不时间就不够了 吴玉珍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敢把我儿子给我办庆功宴搞砸了 少不了 那老太不去哪了 不行 我这些手是我装门戴上的 怎么可能取下了 你搭配不好衣服 说明你能力不行 我儿子还白给你钱了 我再去给老夫人换一件 老夫人 我来给您化妆 你说稳稳呢 像这种规格的宴会 那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你要是敢给我化了 不是 这辈子都在这行干不了 怎么会呢老夫人 慢点 张兄弟 看在邻居一场的份上 我劝你现在最好不要那么嚣张 李晨 你怎么到这来了 我说你还想不想干 你就敢敢这么跟我说话 是不是这两天我对你太好了 你产生错觉 我现在跟你最大的区别 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张兄弟 你之前说是邻居一场 那我现在也看在邻居一场份上 劝你现在最好就不敢 免得到时候当着外面那么多人 哈哈哈哈哈哈 都人 吴宇峥 在这个宴会上 最丢人最卑微 最不能出现的就是你 你算什么东西 还敢这么多家 吴宇峥 我说你这穿的什么 我大娘子 你还在这儿吗 这是塑料做的吧 你还好意思快出门 看看我这个 你看这个 这手的 这广子 你再看看我这首饰 可怕你这辈子都穿不起带子 你能有这些 不就是因为别人把你当成了总裁母亲 但你儿子是什么样 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 你当真信他 能当上这么大一个姐 要不然呢 我现在的公司那上上下下都对我恭恭敬敬的 连我儿子的助理都对我没意见 我那天我都看到那个总裁的名片了 那上面写的就是我儿子 怎么着 这总裁那不是我儿子 难不说还是你儿子呀 刚才那位就是传承中老夫人吧 你们对面的人是谁啊 能是谁 公司里边一个脑子不好使的保洁路人 这能怎么说 罢了 他儿子呢就是个没出息的废物 本来我们还觉得他挺可怜的 没想到也是个不老子 这还用问吗 你没看见他穿的那一身破烂 那估计是他最能拿得出手的意思了 穿这种衣服排这种场合 废的还能是什么呀 不懂的 恭喜吴总啊 吴总可是商业天才啊 此次还为了订单拿下 吴总的集团啊 不是又能更进一步了吗 你这话说的 你也不看看吴总的母亲是谁 那可是当年的商业比方 这种人交出来的儿子能插到哪去 只是一点小声养 王助理 我妈那边怎么样了 不议站 你儿子恐怕这辈子呀 只能在坟里做总裁了 怎么 难道你不能接受我儿子比你儿子有出息的事实吗 我妈那边怎么样了 老夫人正在化妆 时间上应该差不多了 时间要到了 去叫人提醒一下 正好今天也让你跟我妈正式的见个面 你放心吧 她对你很满意 你本之间肯定有什么 希望是这样吧 各位 都先入座吧 吴玉珍 你可真是大大包天 吴玉珍 你好好搞清楚 我儿子现在可是有钱的大老板 一会儿我就要跟他一起站在台上 所有人都在讨好我 还你的儿子就是一个上不了台业的臭水沟的死老鼠而已 我都不知道 那我什么脸跟我比 是吗 你儿子要是真的这么有能耐 那还能连着好几年都不回家看 逢年过节 村里就你家是一个人 怎么 大老板这么忙 忙的都没有时间回家看了 你给我闭嘴 我儿子是忙着挣钱呢 你儿子隔三差五的回来有什么用 你们母子俩一对出算一样 所以你是想说 你儿子当了几年的大老板 直到最近才开始给你花钱 还是说你儿子今年刚当了老板 就忙了起 但之前不忙的时候也没有去看你 是想你给我鼻嘴一起点凉 快 去 干什么 王夫人 先回马上就要开始吧 非常感谢各位 能够花容不息 本寺无始即满的 答谢 行了 我跟你这种吓得鸡脚 我儿子还挡着我呢 滚开 非常感谢各位能够拔荣出席本次无始集团的打谢业 本次无始集团能够顺利的与布鲁斯先生进行合作 离不开无始集团每一位成员的努力 在这里我要感谢无始集团的每一位成员 以及股东的支持 愿内将会对集团进行一次涨进 这钱是大风刮来的 我能发觉不错 还涨什么 我说你走跟着我干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蹭着我就能变成我这种惊喜的人 但此时此刻呢 其实我最想感谢的 还要你看 它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存在 是它无私的爱与理解成为了我坚强的活动 在我人生中最迷茫的时刻 也是它为我指引的方向 可以说我们无始集团的成立与壮大 离不开它的支持与帮助 我的每一份成就都凝聚着它的期望与汗水 在此时此刻 在一个对于我和无始集团极为重要的时刻 我想对它说 感谢这几十年它辛勤的付出与劳动 我想对它说 感谢我的母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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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存在 是他无私的爱与理解成为了我坚强的后盾 听起来吴总跟他的母亲关系很不错吗 那可不吗 我可是听说了 吴总出院这几天放心不下公司 特地把老太太请过来帮她管事呢 吴总的母亲你见过吗 就是刚刚那个被一个亲戚工具团那回 你应该有印象 是 你 感谢这几十年他辛勤的付出与劳动 我想对他说感谢我的母亲 这几十年我怎么这么漂亮 今天是无损发起老夫人的日子 她跟在老夫人身后像是个样子 我看她呀这辈子算是完了 我的母亲 何玉珍女士 什么 你说什么吴钱儿你疯了吧你 不是钱儿 不是我儿子 你是谁 就是这么回事 你是钱儿 不是我儿子 你是谁 给我滚下来 这是我儿子给我办了大行业 你在这上面干什么 你要是不下来 我是让我儿子把你给开了 我儿子可是公司的总裁 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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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恩过来 把这个王八蛋给我拉下来 你死了 这不就是吴总吗 这吴总的母亲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吗 什么 他是吴总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是吴总 那我儿子是谁 爸 反正我只知道和我订婚的吴氏集团总裁就是站在台上的吴楚生 既然你说他不是你儿子 那谁知道你儿子是什么东西 你又是什么东西 出生 妈 这怎么回事 张秋莹 我提醒过你很多次 想一想你那个儿子 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一点怀疑都没有 还是因为贪图这个总裁母亲 带给你的荣华富贵 不敢面对事实 但你怎么想的都不重要 实话告诉你吧 你儿子无签 只是我儿子手下的一个部门经理吧 根本就不是什么吴总 不不不可能不可能 我儿子是总裁 这是我儿子给我的总裁的名片 这上面写的就是我儿子的名字 我儿子就是总裁 你真 你就是个低贱的清洁工 你不杀着你儿子吗 从总裁 这个手感 怕不是你那儿子随便找家打一天打的吧 我这里有一张真正的总裁名片 就拿给你 开开眼 真正的总裁名片 就这儿 并不会这么粗糙 而且 巫氏集团字样 我用的是烫金工艺 而并非金色层叶 并且 我专门请了设计师 对这个总裁名片 用了独特的花样 如果 正如思雨所说 那你儿子 骗人的手段 会无害的自己 简儿肯定不会骗我的 我不信 张秋莹 既然你还不相信 就让你儿子亲自跟你说吧 正好 他也该到 他也该到 简儿 你憑什么时候对我儿子 快去了 吴总 吴谦滥用职权 已故谋私 利用张秋莹女士 被误会成为你母亲一身 以多家黑金厂家达身合作 以次筹号 谋起私立一身 以调查死心 申问 您是否还有其他人 给我开除 就不够用 并且 给我联系警察 我要调查吴谦 此前是否有类似行为 我要追究她的 行事责任 好的 吴总 这不可能的 他们说都是假的枪 怎么回事啊 你就是总裁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呀 你说呀 你就是总裁 你说 说吧 到底有什么事情要说 吴谦是张秋莹的儿子 他跟一些黑心常友合作 这次的主动项目 就是想借用张秋莹的儿子 用现在的权利 采购这些 不合格的建材吃回口 我查过 这些厂子 都因为治疗不合格 出过人命 这些照片 是我拍到的部分名单 你应该 对其中的一些厂子 也有了解 当然是 好一个吴谦 他怎么敢 他跟一个厂长约的时间 是明天 你盯着点 到时候 直接把人抓了就好 丹董 你说吴谦 是张秋莹的儿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 张秋莹 他明明是你明天抓到人后 直接把他带到答谢宴上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Narrator 吴谦 你看 nur 五千 你说 你快说 你说你就是总裁 把这个猫猫猫猫猫剩下的你说呀 走了 你可诚实不足 你不败事有余的老东西 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老东西 要不是你 要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因为你磨磨自己的 早就拿钱跑了 他们会发现我吗 你还在我面前叫唤 你瞅什么瞅 要不是因为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就擅自来在这儿 他们怎么会接错人 我怎么会因为他们认错你的身份而产生这样行 你以后的强化 我怎么会成现在这样 都怎么怪你 你怪我 我不怪你怪谁 别人喊你总裁嘛 你就认 你不天亮天亮你自己几斤几两 你不想想你能不能交出总裁这样的儿子 你心里没数吗 你怎么都是因为你的贪心 够了 走到这个时候 还不知悔改 叨打一发 几只送进天亮 来啊 宝藤给我带走 交给警察处理 吴总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吴总 行 放开我 放开我 所以这宝 他才是吴总的母亲 真正的老夫人 那刚才那个就是个冒牌货呀 这么说 我们这些天 一直在帮着一个冒牌货家老夫人 还是把老夫人给我们扫地倒水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一场小闹剧而已 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拿谢宴继续 另外 我在吴氏集团的这些天 由于身份不被人知晓 也看到了更多管理层 可能不会发现的细节 今日之后 员工的品行将纳入集团考核标准中 同时也会做出相应的人事变动 希望从此以后 吴氏集团不会再出现所谓的看人下菜点 或者是很高踩低的行为 妈 妈 虽然你们不是第一次见面 但我觉得今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 第一次见面 没想到原来阿姨您才是出生 常常挂在嘴边那里 我还以为 我就知道 其实 之前你跟我说 我妈对你不满意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中间肯定有误会 只是我不知道 这个误会 竟然闹得这么大 好了 过去的事 就别提了 不过还叫阿姨呀 嗯 妈 哎哈哈哈哈 啊 妈你也真是的 认从人这种事情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这么小的小事 哪用得着麻烦你呀 再说了 我也想看看 你公司员工 平时都是什么样 都不正好 让我帮你找出了一批 心思不再正道 只想翻关系的 但我听楚生说 他当时明明是让您 去当几天总裁的 结果成了清洁工了 都一样 反正最后项目 也没有出问题 说到项目 我当时啊 差点就因为那个老太婆 误会妈了 我还以为楚生口中那个 沙发果断 眼光独辣的生意女王 居然是个 喜欢在农村开咖啡店 脑子不才正常的老太婆 哈哈哈哈 妈妈 我跟你说 难怪她那天啊 一直给我打电话 跟我说 让我别骗她 哈哈哈哈 你当时没跟我说起来 好了好了 记得你 哎 对了妈 张秋英 你有什么办法吗 他最近每天来公司 怎么说都不走 他来干什么 谁知道呢 他之前啊 要来找我 被我拒绝之后啊 就每天呢 在公司的大厅休息室坐着 不是呢 那次他来别墅找过先生 我没让他进来 明天 我去见他一面 吴玉珍 你是不是很得意啊 你是不是看在我以前跟你说 我儿子是个总裁 就很可笑 张秋英 不管你信不信 但我确实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想说什么 让你儿子给我笔钱 什么 那签连房贷都没还完了 那我让他回来 总不能连个落脚地方都没有吧 我儿子跟你非亲非物 为什么要拿钱给你 让你给五千还房贷 你儿子可是占我大公司的总裁 给我几个钱能咋的 如果五千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你会对他提出这种要求 稍后会有人来找你 想要钱就老老实实的去工作 当然能够提供给你的 只有你曾经视为下等人的清洁工的工作 如果不想做的话 就被乡下去吧 无切不值得你没得做这些 好不要在这 你不要在这 好来 不要在那里 对开把手放上去 妈 初生吃饭了 哎来了 哇 这么多呀 那咱们先干一杯干一杯 好